萱萱 請問 怎麼了 這是多久前的妳 這個大概10年前 這個是這5年前 然後這10年前 可愛 可是老師妳注意看 她再胖或者再瘦 她臉其實都還蠻 這是她吃相的力度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必須講萱萱 這樣子 妳就會覺得她臉好大 對 那妳再直接攀過來她 拍她本人 這樣子就覺得她臉小 對 但是她就註定不能站起來 拍全身 她是妳坐著 她現在就是可以當主播 對不對 單身 製作單位跟我要以前的照片的時候 發現我的照片 全部沒有全身照 妳說妳以前就沒有全身照 妳照反了吧 妳應該不要照臉 妳看妳身材多好 比例很好 是啦 以前 我不能講妳 因為我也是共玩臉 可是妳真的是 因為身體瘦所以顯得臉大 但妳現在這樣剛剛好 只是請您站起來一下 宣宣媽媽 幹嘛 我覺得 幹嘛穿一個天燈 好想穿妳身上許願 我要寫字 國泰民安 當然會 但是這是我懷孕前買的 但是那時候穿的時候 會覺得可以露鎖骨還不錯 就是懷孕前 就是她有很瘦的時候 還有鎖骨的時候 穿這種 你就會覺得她很文心 文心感 漂浮感 對 現在有點飄不起來對不對 包得很紮實 現在就是天燈要浮起來 也飄不起來 是 所以剛剛老師講的 妳那張是 我就是想要變回輕盈少女 什麼意思 真的好想穿 要灌心氣 有點心虛 灌心氣 那個天燈才不起來 哪次 我應該還是可以回到這樣吧 沒有 我剛剛書底下有問萱萱說 她因為這樣子懷孕生Baby 她說她有重20公斤 妳有到20 有啦 有 寶寶出來只有1公斤 妳胖20 對 我胖20 很多 然後我生完之後 我只有掉5公斤 那要多久才可以減肥 老師 可是每個人體質 她如果不餵奶就可以 不斷奶 但是因為她還在餵 我還在餵 所以就 只好就要靠右群老師了 先靠穿著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好 好瘦 瘦 好像瘦 感覺跟她產前好像差不多 對 就至少我覺得 就是視覺上面 至少剪了有10到15 因為她剛剛真的是有一點 而且這個外套說 她真的瘦下來了 還可以穿 對 因為我今天幫萱萱做的造型 我想說很多的媽媽是這樣 就是她還捨不得頭巾 很貴的單品或什麼 我想說今天用一些比較基本 可能大家衣櫃裡 都有類似剪裁的單品 去做一些混搭 然後可能你用比較親民的價格 也可以入手 或者是過去衣櫃裡就有的 但是馬上讓你減零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裡面其實是用兩件事的概念 就是說上面的襯衣 其實是直條紋 大家衣櫃都有 大家衣櫃都有 但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肉肉女生 記得現在流行的 Oversize 絕對不適合你 真的假的 Oversize的 對 因為肉肉女生的媽媽 產後媽媽通常 這邊會比較豐滿 對 這邊會比較厚 背超厚的 然後你在穿落肩的話 她會再撐得更球狀 所以很難去駕馭她 除非說你這個條件真的很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是這樣 你可能像萱萱要 我給她穿的是比較合版的襯衫 這樣的襯衫 反而是可以看起來比較瘦 另外當然就是線條感的部分 就是直線條 要選粗的還是細 我覺得如果你是直線 越粗越瘦 你粗的黑白對比 它整個在視覺上面的 明顯度會比較強 要多粗 這麼粗就夠了 因為再粗的話 它看起來不像直條紋 會變色塊 所以差不多這樣子 我覺得OK 明白 這樣子會比細條紋來得更顯瘦 可是你要黑白對比很明顯 然後不能是橫條紋 因為橫條紋的粗 反而會變胖 我們之前有講過對不對 然後下半身的部分 因為我是想要做 一點點亮色系 因為現在已經是春天了 所以不要說全黑 你就可以有一點亮的裙子 我還是講就是說 如果是萱萱 一定要穿A字裙 大圓裙 然後最好是有立體剪裁 或者是它的面料是比較硬挺 有自然的垂坠度 因為這種的話 你在視覺上面 上窄 下寬 才會讓它看起來比較修身 但是因為它還是 有一點點小肚肚 所以我們還是利用這個外套 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以後 視覺上它的身體就是 是不是只有這裡 沒錯 對 對 其實是 好 不要說 對 視覺上看起來身體只有這裡 所以就會變得很瘦 好瘦 那外套的話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大絕招 如果你要馬上顯瘦 你選擇風衣 或者西裝領版型的長外套 那一定要黑色嗎 黑色是最容易家喻 因為黑色馬上就會收縮色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黑色 你也可以選擇深色系 因為它是合身版 合身版記得要選擇深色系 如果落肩要選擇亮色系 因為落肩它本身是oversize 你穿一個螢光色 反而人家會覺得 那是那個衣服本身在膨脹 所以我如果外套是 比較亮色的顏色 我裡面就要穿深色 深色 對比對不對 對 比方說芯妹姐 如果裡面穿的是黑色 然後比較fit 那外面可以一個亮色系 亮橘色或什麼的 oversize 那穿起來是不是就那個對比感 你會覺得 外面寬 可是反過來 如果你穿的是像萱萱這樣 深色的外套 可能還不會投資 那麼流行的oversize 因為媽媽都想要說 投資一個外套 可以穿好幾個 實穿 什麼都可以擺搭這樣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可能選擇這種 比較合身的款式 明白 然後今年有很多 比較值得大家可以去投資 就是比較熱肉的女生 可以穿的這種裙子 比方說這種 這種也是屬於圓圓 對 然後因為春天了 我們可以有點亮橘色 正面這個地方 它不是鬆緊帶 看起來會比較有顯瘦效果 可是怕你穿不下 所以你後面會盡量選擇這種 你們不要笑 很多很知名的 經典的那種法國名牌 全部的裙子褲子 全部的後面都做得這樣 沒錯 真的 男裝也是這樣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一些年紀的女生 她不見得真的腰是很細的 可是她其實Style是好的 她怎麼樣去凸顯 其實就是正面好像是一個假象 就看起來你的腰很細 但實際上你是利用後面 因為你身體圈起來 把它圈起來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選擇 鬆緊帶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這個發明超好的 對 或者是說 整個是鬆緊帶 但是它的鬆緊帶是用一片的這種 直彩去做的 它不是那樣矮矮的 矮矮的 矮矮的有時候放大 就會看起來變胖胖的 對 所以記得這邊是一片 看起來會比較有效果 然後有一點點網紗的輕盈感 因為我們剛剛講 萱萱不是要製造輕盈嗎 所以那個輕盈 不要你身上 你身上輕盈不了 就是用它身體合身輕盈不了 要跟它身體一關的東西 像這個一穿上去 這邊的鬆糞跟面料 是裙子本身的輕盈感 它就可以製造出那個味道 這裙子很長的 就不用一穿上去 這裙子本身的 是裙子本身的 很順子 都已經可以製造了 在那裙子上去 三個月